接下来请你天生我有猜 来 我们来看一下职场青商课堂 你戴上耳机 来来来 站住 一个平时没什么交集的同事 突然找你帮忙 但你手头也有工作要干 如果遇到这种情况 你会怎么处理 可能我会优先考虑帮他 在我能帮他的情况下 而且不耽误我工作的情况下 如果说真的实在帮不了了 可能会找借口去推托 可以 来 瞧瞧 来 这个问题你怎么回答 我可能会先去帮助他 这一块的话 如果没有紧急的工作 如果从坏的方面来说 如果我手上可能有非常紧急的工作 要处理的话 然后我会想问他 你是需要什么帮助 我是否能够帮他继续协调 我觉得标准答案是 我要先看我自己手里的工作优先级 我觉得如果是我员工的话 他会告诉我 这两件工作 我都站在公司的角度看 哪个优先 我先做哪个 不管是我的还是他的 这就是考核 这个员工的效率管理 遇到这样的事情 就是首先要做 对这件事情做评估 它的重要性和紧急性 然后分出四类来 马上你就知道 该怎么做 他们俩刚才的回答 谁更贴近这个岗位 我认为张艺的回答 更为贴近这个岗位 为什么是这样子 首先乐于助人是没错的 但是因为你是新媒体运营 那么很多的东西要求你是实时的 这是第一位 第二个是要抢先的 如果你能抢先一步 那么可能这个效果是更不一样的 所以我认为张艺的回答 我可能更满A一些 好了 面试到这儿 你们俩给自己拉拉票吧 还有百分之五十的信心吗 基本没有了 没有了 基本上没有 这样的话多少了 张艺呢 还是百分之七十 还是百分之七十 那你先赶紧为自己拉拉票 其实我也没有什么说的 但是我希望是这样的 各位其他能够给我一次机会 进企业去学习的机会 其他的我就基本上没有什么可说的 所以你看啊 就你这番话同样没有进步啊 是的 上一次让你说你也是说我学习能力 这说明你学习能力一般啊 对的 你不能走 对的他说对的 我是学习 对的 来张艺张艺张艺 今天的话来到这里 可能没有把我往常做解说 那种嗨点展现给大家 那你嗨一下 我希望 最后三十秒嗨一下 三十秒 我拿什么成就 这首歌曲你改编的很好 我在紧张 两位导师赶紧为自己的选手拉拉票 就是乌乔乔这个人呢 他给人的感觉 其实从开始到现在 一直是很真诚的 真诚的在出错 真诚的在出球 真诚的在回答每一个问题 我觉得从诚意度的角度来讲 他可以秒杀他的对手 这样有几个大的点 在我这儿 我如果是企业主面试的话 我可能就没办法说服我自己 让你通过 第一个 你在踩对手的同时 直接就露出了窃喜的状态 这个会让对方很受伤 让所有的第三者围观的人 会心里有很多的问号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 我刚才其实很不客气的 去冲击你 什么传媒大学播音系 才可以做电竞主持这件事情 因为这件事情的确不是事实 但是我如果没有说出这句话的时候 我感觉你的状态是信口开河的 就完全道听途说 就可以拿过来 当作最坚实的理论 去跟所有人去散播的 这个习惯 我个人认为是有点小风险的 我所理解的竞聘就是你死我活 可能我要竞聘成功了 你可能就会失败 所以当时可能就利用这一个点 有点扩大这个心理优势 然后去整个影响了一个 我的行为导向 来 圆圆 其实我不想为你拉票了 我就想告诉你说 到现在我们并没有 百分之七十的把握去赢 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就是 你们俩到现在整个的 在场上的表现 趋滑稽化了 所以这样一个局面 然后就让你根本就没有办法 把你之前 特别有信心的点去拿出来了 还是对你的那个评价 硬件生里面你做得很好了 虽然我们今天表现有失误 就这样 来 我们来看一下他们的社交数据解读 科学数据显示 张艺与新媒体运营的匹配度更高 他是个很有创意 很有主见的人 和他最匹配的企业家 就是OA农场的姚一波 姚一波不但种菜能翻出新花药 还关心动物保护 和他最不匹配的是张正斌 同样是重粮食的 你的社交媒体显然寡淡无味 哦 讲得好 这个新媒体运营的这个岗位 因为刚刚出现 其实有很多非常聪明 但是这个文化程度又不是那么高的 年轻人在这上面已经占到了甜头 因为他只要有观点 有想法 然后通过一定的学习 他所获得的报酬 远远不差于那些重点大学的毕业生 但是恰恰是因为如此 他更要干活 不是这儿揉把他一坨 那儿揉把他一坨就行的 得要有自己的观点 而对于张艺来说 我感觉你今天是没有发挥出你的正常水平 你有点太侵蚀对手了 你根本连自己做的视频你都没准备 所以啊 太侵蚀对手 往往容易让自己丧失最好的先机